我发现你们都好喜欢看我做鸭头 我也分享过好几种口味的 身边吃过我做的朋友们也都说是家庭做法的天花板 我姐每次从外地回来 第一个点名要吃的菜也是这个鸭头 再洗的这一步我可能会说的详细一点 因为咱们自己在家做呢 涂的就是一个干净卫生 口腔里面的粘液还有鼻孔 都是重点要清洗的部位 鼻孔用筷子给它通一下 然后沾点水 如果有鼻涕呀 或者是鼻血就能很好的挤压出来 还有耳朵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部位 你看洗到这里就很干净了 可以放心吃 开始烧的时候咱们先来给它焯一下水 冷水下锅放葱姜料酒去腥 水开之后在锅里面先洗一洗 再夹出来浮沫全都留在锅里面 再用温水洗一遍就很干净了 菜籽油爆香之后调成小火 先炒豆瓣酱炒出香味跟红油 然后放葱姜蒜 一块火锅底料 一把干辣椒 再来一小把的花椒 放适量的冰糖提鲜 小火炒出香味 下落鸭头 继续翻炒个一分钟 翻炒上色 接着先放一关的啤酒 可以起到一个去腥蒸香的效果 再补适量的清水 没过鸭头 放一点味极鲜 也可以用生抽代替 再放一点老抽上色 蚝油也可以放一点 再来一点胡椒粉 再放一点味精跟鸡精 鸡精我是不小心放多了 煮沸腾之后可以先尝一尝汤汁 根据个人的口味 再决定要不要放盐 放一个卤料包蒸香 盖上盖子 调整小火焖煮3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马上关火 让它在汤汁里面泡两个小时以上 再次会更加入味 吃的时候再开火 重新加热一下 然后再放一点蒜末 葱花 辣椒面 泼上热油 激发香味 我要说这比外面大多数买的还要好吃 估计有些人又要说我是吹牛了 反正现在外面卖鸭头的是 已经赚不到我的钱了 真的 你们试试看 就知道我没有骗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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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